我們往下看 麻煩各位我們剛才念完這個地方 請各位用一分鐘的時間 從the organism開始讀到 句號在哪裡 句號在這裡 從那個藍色讀到這個藍色 一分鐘開始 好OK 那我們開始 這邊 the organism is referred to by all the genus and the specific everything and all them are underlined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有兩個名字 這個名字署名跟種名 are underlined 必須要加底線 我之前筆記寫 一般首語會加底線 all in palestized 或者是 in palestized 跟意大利這個字很像對不對 寫一字就是這個字 首寫的時候經常是畫一條線 然後in palestized 就是寫一字打字的時候 我們馬上砍下來這邊 這裡有一個單字 叫做 eplot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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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看到鞋艇 印刷場 是鞋艇 第一個字母大鞋 後小鞋 我們要有那個敏感度 這個是生物的絕密 好 這個是大家的好朋友 叫做金黃色葡萄球菌 好 各位 金色葡萄球菌 好 請問 請各位 再用一分鐘 從 my pastor 這邊開始 往下唸到這個地方結束 一分鐘 從 這個藍色三角裡面 這裡去結束 開始 好 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們不是每次都這麼慢 彼此會這樣子慢慢慢慢慢慢講 未來我會 再加速 再加速 好 好 ok ok by custom by custom by custom 這個我不太會翻譯 就是我們可以講 斷例上 after the scientific name has been mentioned once 當我們這個 學名被提過一次 has been mentioned once 提過一次之後 it can be abbreviated abbreviation 就是縮寫 abbreviation 就是被縮寫了 他就可以被縮寫 怎麼個縮寫法呢 with the initial of the genus followed by the specific epigram 你聽不懂 來 跟大家報告 也就是說 你這個 微生物 或者講生物的學名 你只要被提過一次之後 他的署名 with the initial initial initial是什麼 不要去記中文 跟大家報告 你知道嗎 我的名字叫做 意元 這樣 有時候說 很簡單的 我去租車的時候 比較前initial 有些時候 我了解了前initial 我就前initial 意元 這樣我就前e i c 我的意元 意元吧 不是不用前全名 不用前initial 這樣就前ic 這就是你的initial 第一個字 我應該翻譯成第一個字 也就是說 我們在生物 只要讀過一次之後 他就可以被縮寫 舉個例子 我們用下面這個 假設是 金黃色福島求俊 一篇文章出現第一次 全部寫出來 出現第二次的時候 這邊stepletocus 全部寫成S 再打一個句號就好了 但是參加國家考試 參加阿里的考試 就是要寫全寫 除非你 這段考驗之後 才提到 全部使用縮寫 然後呢 我們使用的 本食品為生物 他是三個字母的縮寫 國際關係是 一個字母的縮寫 但沒關係 這個東西 你要去定義它 去定義它 好 OK 那請各位 再用一分鐘 來 下面這一段 看到 OK 看到這裡就好 看到這裡就好 好 OK OK 看到 an organism 敘述一個東西 他的 Researcher 去表彰一個研究學者 一個研究者 Or I think about the habitat of a species 我們剛剛講 species 但是複數同行嗎 你看到一個 這邊一個S 所以它這時候是氾素型 或者是有一個物種 辨識他的 棲息地 Hepic 你可以講說 居住的地方 但是 不能環成住宅嗎 我們 比較投影的東西 比較學術叫棲息地 好 也就是說 我們在命名的時候 除了他屬靈跟種子 我們可以 用來表彰一個研究者 或者是 從他的棲息地 參與到命名裡面 OK 好 這樣一分鐘 讀下面這一段 For example 到skin這邊結束 但是出名 我不是每次都這麼慢 這樣的話 大概我們一堂 一學期下來 大概長不到兩張 我會接下來 越來越快 好 OK嗎 OK 往下領導你 來 For example Ponsider Stable up focus Aureus 對不起 我這邊話題的時候 你可能 不要跟我畫一樣 長條 因為我們手畫線的時候 這個是 我從開了到現在 每一年都會 少數人會犯錯 我在手畫線的時候 用 Stable up focus 畫一條線 總管 不要再連續 Aureus 再畫線 這是我們手寫的時候 我下次再來就示範 我再手寫吧 好 這個東西怎麼讀 讀作 呃 呃 請問 這不是KK音標 你們怎麼辦 我們先聽到這邊 這不是KK音標 你們要怎麼發音 有講正答 或除落空 告訴我怎麼發音 答案在這本課本裡面 某個地方 它會教你發音 各位跟我們一樣 學一些KK音標 對不對 這不是KK音標 我这有点 大家都知道吗 跟我一样 好来 那个麻烦各位帮到课本 我们先趁这机会 我们说看油文书 除了看目录 还要看后面的附录 大家跟着阿勇看 我们看到 Appendix AP开头的Appendix 在最后一张再往下看 我们看有哪些东西 请先看到这一页 而且这一页很好玩喔 Appendix A 它在这边 它最旁边的地方会有一个绿色的 Appendix 绿色的这一页的第一页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这是下面一页 这叫FluA FluA有哪些东西 Metoplic A Pandways 就是代界入境 这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二位线 不是线 明年大二上的 生物化学会学到这一页 但如果说以后 你们走营养跟食品路线 这个重要性中等 以后你们走生机路线 想靠生机研究所的话 这个重要性很高 如果你要走股票的话 这个重要性极力 这么重要自己决定 OK 好 再来往下一页走 像这样子 再下一页 再下一页 好 再来 这边有一个 Orpentics E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Exponential Notation Nogal Resort Generation Time 这些东西是讲止对数 还有Generation Time 就是细菌或者维生繁殖一带的时间 这个没那么重要 以后再说 这边还有一个 我们就把他放大 这里有一个 Appendacy Method for packing clinical samples 有关取用临床样本的方法 对不起 取用临床样本而已 对不起 我的画面都掉了 看在这边吗 1 4 好 这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看看大家 好 那这东西 一般的话 我们不会 这一堂课不会交到 好 再来 D呢 Avendics D Pronunciation of scientific names 哇 就是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报告 那个美国人 其实他们读学名的时候 都会 摄影机在这里 我不要乱讲 不是乱念的啦 欧北汤 对不对 等下我们看到那个 像 他是德国人 德国跟荷兰 他们高中都会交发病文 所以他们发的语 比较正规一点 美国的 有边念 自己编 好像 Ecoli 其实 Ecoli是我们 换用的读书吧 他们正规叫Ecoli Colis大厂 等下 下一段会读到 下一段会读到 好 那麻烦各位花一点点的时间 把这段看一下 对不起 换门擦 不好意思 这段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